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Budelstrap4的导航条 今天咱们做一个导航条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一个是Nav 一个是Nav吧 看着眼熟是吧 对 前两天咱们学过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导航条 然后今天的知识点 会在这个地方 但是注意 咱们前两天学的可是导航Nav 是这个S 今天不是了 今天是BIA 导航条导航罢 好 这是一个小的细节 和上一期的参考网页不一样 请您注意 然后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就是说 在我的这个网站的最上面头部 增加一个导航条 纳姆罢 那怎么增加 咱们看看 今天是完全新写的内容 这个地方 并不是修改上期的某个 黑打部分 不是 是咱往上期的网页中 插入一段代码 插谁 就是这一块 咱们看一下 在Header的部分 一上来 咱们插一个DNAV 跟一个container 容器对吧 这容器里面 一上来就厉害了 跟一个nav 我问你 我这写DNAV行不行 当然可以 为什么要写NAV 我跟您说 这不是给您看的 是给搜索引擎的爬虫看的 所以这地方一定要写NAV 让搜索引擎的爬虫知道 我再往里爬 这就是导航部分了 那他要去抓取您里面内容 可能会在搜索引擎的缓冲页中显示出来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写NAV 不是白写 你说对用户来说 我的网页看网页 我根本不知道是NAVDIV 无所谓 爬虫知道就行 咱这个是SEO对策 好咱们看 NAV里面跟什么 跟一个NAV吧 说明它是一个导航条 然后再跟一个NAV扩展 再跟一个背景色 这个都是根据美工的需要设计 接下来 咱们在导航条第一项 一般来说打印什么呢 打印咱们网站的一个logo blondo品牌 比如说像我 像马频道 我就喜欢打上一个绿色小矿 对吧 跟这个卡尔特人的小矿也很相像 我喜欢打上这么一个小矿 作为我的logo 咱们就这个地方可以打上一个小矿 但目前我是只写了一个coma video 这么一个 我的英语发音一般 coma video的这么一个文字 今天咱就不显示图片了 接下来 导航条的部分呢 是一个list 无序list 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三个选项 分别对应了 优酷YouTube和IT Study 小马技术 然后呢 这也分别是 UR呢 是list要写上一个导航条的导航菜单部分 这每个LI呢 要写上导航项 这要注意啊 然后呢 每一个link 咱们在讲tab导航的时候 也是一样啊 link里面的class 一定要写上一个 Navi link 这是导航链接 如果咱们都这么写的话 那么像Google搜索简情的爬虫呢 它也会这么去理解 咱们网站的内容 对于您的这个被 您的网页被搜索简情收录 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代码啊 咱们呢 运行一下 看看呢 能出来一个什么导航效果啊 好 我把它拷贝到 咱们上一期为止的文件当中 让我整一下行 好 对了 说要整行 我再多说一句啊 你看咱们现在这编码 空格啊 排版啊 非常齐 对吧 但是咱们要到生产环境 还能这样吗 就不能这样 为什么 首先说 你看 这个空格增加网络传输吗 文件的size呢 会比较大 所以呢 咱们需要对这个html网页 包括css进行压缩啊 如果有机会呢 我再给您介绍这个压缩的技术 让 而且压缩不但说让那个文件大小变小 而且呢 对这个文件的可读性加密啊 也都有有好处啊 有机会咱再另开课题吧 好 那咱现在运行这个网页哦 今天是第20课 好 咱们看一下啊 看怎么出导航条啊 够 大家竟然出了啊 上一期咱是没这个 上面这个白条 今天出来了 首先说是一个口骂video 这是标识了一个网站的logo 或说网站的这个slogan 对吧 slogan怎么翻译 宣传语 然后呢 这是我对应着导航项 Youku YouTube IT Study 这就是导航条 不过今天呢 咱的导航条看起来比较的枯燥啊 而且呢 也不能够和这个网页进行互动 或叫做Respontive 是不能够互动的 对吧 那么怎么让它互动起来 下期给您介绍 今天呢 咱就是简单的在网页的顶端 增加了一个导航条 然后呢 跟您说一下导航条 注意的写法 不要说这个地方不写纳武 我写DIV DIV也是一样 但是呢 推荐您用SU的方式 对您的网页收录到我这个新搜索眼情的数据图上中 非常的有好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代码了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开源注冠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今天的视频呢 也会放到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呢 继续完善咱们的导航条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